啊 呦好哥好哥昨天开奔驰 今天开保质街牛啊啊 我有事我先走了 这又不是他的瞧把他得死 你小声点他女朋友啊 和企统妹妹谁还跟着他 怎么了姐 我给你的车呢 阿豪是要见个客户需要车 我把车给他开了 你还在和那个阿豪谈恋爱 这是什么话啊姐 阿豪对我很好的 每天早上给我送早饭呢 宝贝 我像这两个车一起 不会介意吧 别太单纯了 凡事多长个心眼 别到时候被人卖了呀 还听人数千 哎呀你又来了 阿豪他不会这样的 我相信他 我什么人没见过啊 哎行了你烦不烦啊 我说过他多好 他就会多好的 不想您说了 欣宇 我给你住那套房 怎么被投诉了呀 物管电话都打在我这来 我没在那住啊 我知道了 那你赶紧过来 你谁啊 你再不出去我报警了 报警 这里是我家 你报警了 这是我哥家好的 啊 哎哎哎 误会误会 你又是谁 你是心于他姐姐吧 我是阿豪的妈妈 那是小妹 都是一家人 误会误会 一家人 我妹还没和你儿子结婚呢 什么一家人 哎呀那都是指导的事 来 琪琪来坐 哎 琪琪 听说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我们家小贵 现在还没工作 你看能不能随便 给他找个工作呀 哎呀妈 我可不要什么随便的工作 我哥都是个总监 那我好歹 得是个主管嘛 我答应了吗 你还在这挑声 没打声招呼 就住进我的房子 现在还要我找工作 你们也太得寸进尺了 哎呀 别看你这话说的 那以幸运以后 嫁进我们家 怎么做人呢 做人 他要做什么人 我同意这么婚事吗 在这儿讨什么便宜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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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姑娘 哎呀 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看你这人 说话怎么这么很 就是 我知道你是一个大老板 我们哪敢高攀呢 行了别说了 一马上这东西给我们出去 姐 你太过分了 哎呀哎呀 你是幸运他姐姐吧 我是阿豪的妈妈 那以幸运以后 嫁进我们家 怎么做人呢 做人 他要做什么人 姐 你太过分了 妈 你没事吧 阿姨你没事吧 姐 你怎么这样 她是阿豪她妈妈 你怎么这样对她 我怎么对她了 哎呀 嫂子你不知道 你姐刚刚好凶 要赶我们走 我妈现在本来这么 对不起啊你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阿豪你行了你 瞒着我把一家子都接过来 不是 她跟我说过 是我答应她的 你凭什么答应啊 你不是说这房子给我住吗 房子是谁的名字 你 你的 你也知道是我的名字 等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再来你自己的钱做好人 别拿我的房子扶贫 哎我还以为你这人说法 怎么这么不好听啊 都说了这房子是给我嫂子的 他想给谁住就给谁住 再说我们又不是外人 住了下怎么了 许总 我没想 他不懂事 我给你道歉啊 哎呀哥 你给他赔什么罪啊 你是他公司总监 给他专门说 去 哦 欣语啊 你跟我们家 好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同事的孩子 我们家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今天当做你姐姐的面 就把你们两个的婚事给定了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不同意 啊姐 你想都别想 我告诉你 谢谢你们明天之内 赶紧给我搬走 姐 别这样姐 姐 姐 你真的够了 你就非要跟他在一起是吧 行 车子 房子 银行卡 全部还给我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今天当做你姐姐的面 就把你们两个的婚事给定了 你看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 在你们明天之内赶紧我搬走 欣语 委屈你了 没关系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再哭我都愿意 那也知道 你别送哪去 那 怎么了 嗯 欣语 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在医院住着 理解他看不惯我 又把我吃 我手里钱也不够 要不 你求求你姐 你找他借点钱 等我有钱了马上还给他 好吧 哎 喂姐 他他可能在忙 要不再打电话 算算 吃好了 欣语 把碗洗了 我 花我儿子的钱真是不行的 就是 哎 阿姨你怎么又不冲厕所呀 我就上个小的 还冲厕所呀 所以不要钱哪 你天天待在家里 吃我儿子的 用我儿子的 你都不知道我儿子现在有多辛苦 就是你这个扫把钱 害得我们家这么惨 你还在那指责我 怎么了吗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 嫌我这 嫌我辣 这个家呀 我是逮不下去了吗 我没有 还说没有 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 还得尊重那小姐脾气 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娇贵小姐啊 现在你姐不要 你啥也不是 你说什么 你再说 还行呢 屁道有事 吵吵吵 你不嫌烦 我都嫌烦 快点 给我妈道歉 看什么呀 给我妈道歉 说他两句还甩脸上 儿子 拖着他也是累赘 赶紧给他分哪 姐 我错了 我错了姐 他对我一点也不好 琪琪 你弟找我借钱这事 你知道吗 找你借钱 你管管他吧 不然他要被女主被骗光了 我谈恋爱了 是谁呀 就是他 要不要偷躺了 他怎么会帮帮我 谢谢 网上真真假假那么多 你别被骗了 不会的 奶奶 带我朋友光鲜吧 放心 我们见过面的 我先走了啊 哎 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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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小灵心吧 留着他去呗 你真不担心啊 要是那谈恋爱的 是个男的吗 男的 最近抽入不错 待会还有几个大哥要见 没问题 宝宝 太分赶就想你了 佳宏哥哥 我也想你了 那个佳宏太拈人了 我都要受不了他了 行了 人两天吧 到时候搞笔大的 就把他甩了 行 现在佳宏又是给他刷礼物 又是给他买包的 这事儿 可不简单 臭小子 喂 姐 能借我二十万吗 二十万 你弟找我借钱这事儿 你知道吗 你管管他吧 不然他要被女主被骗光了 好吧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给 要是那谈恋爱的 是个男的呢 男的 哎 九仙 你怎么了 不太高兴的样子 佳宏哥哥 我 我实在过不下去了 怎么了 现在这个公司 天天压榨我 提成不给我也就算了 我昨天直播 差点晕倒了 都不让我去医院 我想解约 这什么破公司啊 太过分了 解约 必须解约 不是 解约要 二十万 我实在拿不出 我就是想着 找这解约 好找个稳定的工作 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哥哥 好好的 九仙你放心 这二十万 我来想办法 不能给 姐 你怎么来了 你就是九七啊 啊 你这声音 怎么和我弟聊天时候不一样呢 最近 有点感冒了 既然感冒了 就不要喝冰咖啡 你好 你们的虾到了 怎么 你不知道 家红对虾过敏 你忘了 那他几月生日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你不会都不记得吧 这些你说呀 我 还是说 跟他聊天的 根本不是你 解约要二十万 这二十万 我来想办法 不能给 跟他聊天的 根本不是你 生日八月三号 喜欢篮球 不会游泳 就是他 你就是家红 带这么多人欺负我妹妹 哥 什么意思 人多欺负人少 我妹妹平时在家天天念到家红 她喜欢什么连我都知道 今天愣是被你们吓得说不出话的 哎 哥哥哥 对不起 就是误会 误会 哼 误会 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我看这个恋爱也没必要 哥 家伙你别听她的 他们都是一伙的 都是骗子 既然你姐和你朋友都不相信 家伙 我们还是分手 你装什么呀 够了 她是我女朋友 她怎么样 我比你们更清楚 走 没事 她不需要二十万吗 我给她 哇 把她给我刷到榜云 好 七七 这会不会太多了 这叫放长线 调大 就你也配 九七 九七 鱼儿上钩了 可以安排见面了 来了来了 哎 姐 你怎么来了 我公司遇到点麻烦 找你借点钱 找我借钱 哎呦 你这么大个老板 来找我借钱 你可别为难我了 行不行啊 姐 我不为难你 就借一万 一万 我现在浑身上下 一百块钱都拿不出来 你找我借一万 你还是去找别人去吧 行不行 不是 陈浩你什么意思 你房子首付一万都是我拿的 我现在有困难 你这门都不让我借 不是姐 我是真没钱 再说了我家没收拾 不太方便好不好 你有这个时间 还是赶紧找人去借钱吧 啊 好了 走走走 拜拜 喂妈 你听好了哈 我姐工资出问题了 到处借钱的 你可得把参加房本藏好了 听见没 到时候你没人住了 你来找我 咱家没人给你住啊 听见没有 好 就这样啊 挂了 当初我就让你别去搞这些事 你一个女生 安安稳稳嫁个人 过日子就行了 现在好了 白辛苦一场 行了吗 房产证在哪 你还想炸这房子的主意了啊 还好 你听给我打电话 让我把房产证藏起来了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藏房产证 这房子是我买的 我想卖就卖 再说了 我现在公司有困难 我员工工资都发不起了 我不卖房子 我怎么办 陈天姐 你娘是被狗吃了吗 我养你这么大 能不掏房子又怎么了 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 你很贵 我 mat fait 我行 你什么事 你不是那个东西 不过我 我闻你 那你不是那个人 你不是那个人 我能把你过去了 但你同时 有点